直升机来回在海岸边搜寻 发生在17号晚上 一名住在三支区新庄子 62岁的江县老翁 在三支射疗渔港附近的海岸 进行放网捕鱼时 不慎落海 而消防队在获报之后 立即出动人员搜救 一直到今天上午 已经是第三天了 人还没有找到 却又发生一名搜救人员溺水的意外 上午9点40 三支水上救生协会 四名救生员到场 两名驾驶着小三板 而另外两名潜下水搜寻 结果只有一名救生员上岸 而另一名许姓救生员 却迟迟都没有上岸 是浮潜的不一样 浮潜跟潜水不一样 那你们今天刚刚是浮潜 浮潜 他没有穿挖掘喔 对啊 他们是 据我们了解 他们大概是四个人来 有两个人开渔船 出去协助 那另外有两个 一个负责 这个看到海里面 一个分左边 一个分右边 就直接就下海 做这个进海的 这个部分的处理 然后那 右边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一个协巡的民众上来以后 就发觉说 左边这个还没上来 跟着许姓救生员 下水的同行队员说 他当时有穿挖鞋 不过这一名溺水的救生员 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装备 只有防滑鞋 而且他们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块 照理来说 应该没几分钟 就要浮出水面一次 结果这一名许姓救生员 却一直都没有上来 一直到40分钟后 直升机发现他浮出水面 马上由一旁的消防队 快艇来救援进行CPR 不过送医之后仍然回听法术 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大概是9点 大概40到50之间下渠 那初期也是坐岸上的 那可能就是慢慢的 从推进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后 然后距离我们找到他的时间 估计大概是50分钟左右 在送上救护车之前 一旁的友人不断的大喊 他的名字希望能够赶快醒过来 而里长说这里的水域 都是三胡椒地形相当崎岖 而水流也不稳定 加上这两天的风浪能见度低 就连救生员都无法幸免 而针对江姓老翁的部分 消防队也将会在72小时内 就会搜救完毕 而驱公所也在这三天 提供了许多的协助 然后协助一些家属一些的 后续的一些事宜 那比如说一些的饮水 然后饮料 还有一些的便当的提供 那当然在这三天里面 搜救的当中 那我们同人也按照 那排班的这种程序 那我来做一种家属的观法 那今天也是第三天 那经过两天的搜救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那昨天我们也动用大概 动员了大概上百人吃 包括我们的消防人员 还有民间搜救队 还有海巡的人员 以及空情总队 也派了三个架次 都来做一个整个的协巡 那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发现 因为救人而溺水的 许易勇今年49岁 而在水上救生协会 有四年的经验 根据了解他与失踪的 江姓老翁是多年好友 也因为如此才会让 身为救难能源的许易勇 急着要帮忙 结果失踪三天的江姓老翁 没有找到反而失去了 一条救难能源的宝贵性命 谢谢许端一 三军采访报道